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960集 虽然有绿色的光芒闪耀 但是却并没有给王伟的叔叔造成什么伤害 王伟叔叔的饥饿宫还有印堂里都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如此看来 王伟叔叔和那精怪之间是有交流 有勾搭的并非是精怪要上他的身或者是要害他 看到王伟的叔叔 张凡的目光便一直停留在对方的身上 王伟叔叔也注意到了张凡的目光 冲着张凡淡淡地笑了笑 这之后 殡葬主持人大声喊道 小子贤孙送阴人 骑灵 大红色的松木棺材猛地被抬起来 棺材推着众人往后面倒退着 随着哀悦的进行 小子贤孙们都是嚎啕大哭起来 这样的场景张凡看过不止一次了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做了二十年的殡葬生意 并且村里面的习俗保留的比这城里面还要更加完全 张凡看着所有人都出了小区 在马路上面走了一段 撒了一些纸钱 便直接前往火葬场 把王伟的父亲进行火化了 紧跟着众人又去了墓地 把王伟的父亲进行安葬 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 众人就全弄到了酒店里面吃饭了 到了酒店门口 王伟把车子听好 急忙到了张凡的车前 张凡下了车来 王伟望向张凡有些歉意地说 张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真是怠慢了 我还要组织一场饭局 您二位先吃饭 等我办完了事 我再过来找您 没事 你忙你的 等事情办完了咱们再说 好 多谢张先生理解了 王伟说吧 便转身跑进了饭店里面 张凡和方言也进了饭店 两人刚刚进到二楼 王伟的叔叔便迎了过来 看到王伟的叔叔 张凡和方言都是一愣 两位先生 咱们楼上聊 听到对方的话 张凡和方言互相对视一眼 而后 三人便一起上了三楼 在王伟叔叔带领下 三人到了三楼的一个空的包厢里面 王伟叔叔 请两人在沙发上面坐下 两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王伟的叔叔 我叫王安达 两位大师好 同时 也感谢两位大师 来参加我哥哥的葬礼 啊 客气了 你哥的死 你清楚吗 清楚 我哥是被凶手直接抽走了灵魂 听到王安达的话 张凡和方言的眉毛不有一条 你既然知晓你哥哥是被别人抽走了灵魂 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听到这话 王安达不由苦笑了一声 这位大师啊 你说笑了 我自己亲哥哥死了 我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呢 唉 我是没办法呀 那这么说来 对方实力很强了 起初 我也是想为我大哥保仇的 保佑我的仙家却告诉我 敌人实力太强 让我放弃 不然的话 一切也都是徒劳 我一直都十分的信奉保佑我的仙家 他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只好放弃了报仇的念头 我也不想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搭进去啊 那这么看来 你身上的仙家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了 知道 不过 他却并没有告诉我 那那位仙家 他在哪里 在我们家呢 他也知道您两位来了 说是不让您两位参合这事了 他说 张先生是一位天赋极高之人 将来也是有成为大能的可能 不希望您在这小事上出了什么意外 说到这里 王安达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来一看 而后 并对张凡和放眼说 两位大师啊 是王伟的电话 估计是有事找我 我就先下去了 两位可以听到记得我说的话啊 尤其是张先生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王家永世难忘 不过 我还是希望您从自身考虑一下 如果因为这事把自己给倒进去 那可是不值得 我们王家也会背负一辈子的愧疚 不如等您实力变得强大了 您再来帮我们也是不迟 行了 我就先下去了 言罢 王安达也不再多说什么 迅速下了楼去 两人看着王安达的背影 渐渐消失 方眼看了一眼张凡 喃喃自语道 看来 这保佑王安达的仙家 实力似乎不弱啊 张凡看了一眼方眼 思考了一会儿 他说的话也非常好啊 也充分站在咱们这边来考虑 但是 我总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啊 不过 我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王杰的家人都这么说了 那咱们就没必要再纠结了 而且听王安达的意思 那背后的真凶 似乎也并没有要针对我们的意思 如果有针对咱们的意思 王安达应该会告诉咱们 同时 也不会再对您说那番话了 的确是这个道理 看看王伟怎么说吧 不过 我总感觉哪些地方有些不对 如果王伟也不打算追究的话 那咱们吃完午饭就离开 文言 方言重重点头 随后 两人便下了楼序 王伟早就为张凡两人安排好了座位 等张凡和方言坐下 便开始吃饭 大约一个小时 众人都吃完了饭 纷纷离开 而王伟也是终于忙完了 坐在张凡面前 重重地叹息道 哎 张先生 感谢你二位能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 不过我父亲的死因 您就别查了 这人都已经死了 查出来也没什么用了 听到王伟的话 张凡和方言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模诧异 之前王伟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 他的态度是一直要调查真凶的 并且要杀死真凶 为父亲报仇的 王伟 你怎么就忽然转变了想法呀 听到张凡的话 王伟干笑了一声 摆了摆手 就是忽然转变了 没什么别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